請收看維新世界 老祖先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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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微哈曼七千天 福西花瓜開天門 女娃載花舊工程 黃禪老祖廟至聖 一盡心發藏天際 風水裡宗教裡人典 為新生教竟重現 天下太平一萬年 陰陽日月最長生 可惜天理難分明 今有真聖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歡迎收看老祖先機 師父回言才是開示 王禪老祖倒架慈航 目的就是為了要天下太平 所以天下太平就必須要有法 只有我們中華文化 一經殘機 一經的天機 才能夠達到天下太平 所以在我們台灣呢 總共有四十二處的道場 當然海外也有道場 那台灣有六十二處的教室 海外其實也很多 今天我們來到的呢 就是在新北市永和教室 接受我們訪問的 就是第二十三屆的學員 吳玉蘭 吳賢士 吳師姐你好 阿彌陀佛 各位大家賢士好 我是永和教室二十三屆 吳玉蘭 今天很高興來到這裡錄影 我也很高興能夠來到 維新中學憶經 給我增加很多的知識 是 今天就是我們吳玉蘭 吳賢士呢 她當然是中醫師的醫師娘 這一份工作多久了 嫁過來先生就是中醫了 沒有 我嫁給他 他才考上的 是 對 我鼓勵他去考的 是 所以你嫁過來 鼓勵他多久 他考上中醫 前後四年多 四年多 這四年當中 他一定是很苦讀 很認真讀 非常認真 有全力幫助他 對 讓他沒有後顧之憂 是 是 所以現在 先生是中醫師 有開醫業嗎 有 所以你一定是他得力的助手了 是啊 你不幫他 誰幫他 是 所以你告訴我 這個師娘其實不簡單 有些師娘她什麼事都不管的 你這個醫師娘 你大概應該 像人家說切什麼 董鬼 什麼這個你要嗎 從頭到尾我都會 對 以前都要做 是 對 批當歸 切草要 全部要做 你個子也不大 都要做啊 你不做誰幫你做 是 本來我先生很多學生 他會來幫忙 有一天他們都不來了 只好自己下去做 是 所以你是18班 五億都要餵 都要餵 都要餵 現在還是如此嗎 現在不用了 現在進步多了 現在都有現成的可以買 是 只是說 你對這個現成的這些的 藥草 中藥一定要有專業下去挑選 中藥非常的 你要挑選中藥要非常認真 有音品 是 還有產地 是 你要了解徹底 還有藥性 是喔 對 所以那我請問你 一般女性最愛吃的就是食物 我們食物到底要應該怎麼挑選 才是正確 食物 這每個人的食物不一樣 不能一樣 為什麼 體質不一樣 是 你常常熬夜的 你等一下吃熟地 他吃了要照熱 不能睡 那你要改用生地 是 對 所以還是學問很大 有 不是說你到哪一家中藥店說 我要買食物 他都是一概都是食物啊 不是這樣 不是 不是 學問很深 你沒有踏進去不知道 你踏進去你就非常了解 是 當然我們都門外 對 只是像我們說 我想吃食物 今天 我想來訂食物 結果就是去買食物而已 要吃這些東西 盡量找專業的 是 越專業越好 是 說到這個專業嘛 你到底是什麼樣的姻緣 你進來我們這裡學 我們的藝巾呢 這個藝巾 也要 就是我們樓上有一個師姐 他跟我講說 大興街 那時候在大興街 不是在這邊 是的 有個教室要開辦 他 我沒有心要學 我當初沒有心 他就拿了那個報名班 給我看一看 我就知道日期了 老師試聽的時候 我就去試聽 我聽了覺得 很好玩耶 裡面很多奧妙的東西 其實跟中藥差不多 很多都有相信 像 我來學藝巾是好在哪裡 相生相克 我們本身就要學 就要懂 是 就是 那我進來了以後 也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是 但是你就慢慢慢慢去學 是 所以說慢慢學 慢慢學 慢慢學 到今天 簡單的沾掛可以 是 對 所以你剛剛提到相生相克 是你這個 中藥裡面 它本來就有相生相克的 這一些的成分嗎 有 中藥有 還有五行 五行 我們醫精裡面也有講到五行 是 對啊 都一樣的 是 完全是一樣 是 所以 有某些的專業上面 是有磨合的 對 尤其如果是中醫師的話 對我們這個經脈 經絡的走向 它一天有十二個時辰 其實跟我們的身體有關係 跟我們學的疫經 這個時辰有關係 中藥呢 對 要取得一個平衡 就跟疫經一樣 陰陽要調和 要不然你配藥的時候 一定會出了問題 好 對 是 那當然我們知道就是說 其實您剛剛提到 就說 妳除了中醫師 妳的中藥 包括妳切的什麼什麼 都是妳一手在包管 那當然請問一下 有很多人說 感冒了 就會來找中醫 中藥要怎麼配 那要辯證 那要醫生 先辯證 先辯證 他要開好了 那我們就負責配 是 對 那通常妳配藥 我聽說妳都要張掛 沾掛是這樣子 有些人的病會很難搞 我就會跟他沾沾掛 看看用哪方面的藥 會比較好 那我就會用看子孫 子孫旺的那個藥 就絕對可以用 會很快好 是 所以妳也要用老祖的妙法 下來沾掛 然後呢 他們呢 子孫旺的時候 這個藥帶回家吃 這個藥效才能夠發揮 對 要不然就是 藥跟他有吃 阿哥跟他好像沒有效 中藥跟西藥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這樣子 西藥就是說 妳消炎就是消炎 很簡單 就那幾樣藥消炎 中藥不一樣 很多類似的病的藥 但是妳要會變 要會變 是是 醫生要厲害 醫生厲害變了症以後 我們配藥的就要遵守 是 其實這個學問還真大 對啊 所以這樣子 妳跟著妳的先生中醫師到現在 妳跟他合作這樣通力合作 多久了 30多年了 30多年了 那才 最近才這兩三年 四五年了 才接到我們的醫精妙法 對 加入進來以後 我還很後悔 太慢學習了 太慢學 不會... 那我告訴妳 妳學了醫精以後 把它融入這個中藥的配藥裡面 妳覺得最大的好處 最大的不同是哪一些 最大的不同 就是說有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以前很奧妙 我會沾掛 沾了... 有些客人來了好幾趟都沒好 我會跟我先生商量說 我們沾沾掛看看 看這個人吃什麼藥會比較好 是 那我先生說好啊 妳試試看 因為我們剛學嘛 沒有很會 我就只好會看 子孫忘了那一味藥 我就跟他講說 這個下去應該會很快好 是 那我先生說 是喔 看看 真的是效果很好 是 所以客人下次來就見真章了嘛 對 這個是最好的 所以呢 雖然中藥是專業 但是加上了我們的醫精的智慧 一起進來的時候 那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 真的是不一樣 所以妳可以從這慢慢當中 有更多的發揮出來 我相信很多人對我們師姐家裡的這些中藥 一定是非常的認可了 所以說 每一次老師要開班 我就跟我們客人講 我們這邊有醫精可以學喔 又要開班了 學這個很好 是 對家庭幫助很大 是 我聽說妳也常常用我們的妙法七寶 來幫助妳的個人 那真的是很棒 是 我看到一個人進來 我是天生會看氣色的人 我看到他氣色不對 我會跟他講 妳這個帶回去洗一洗 對妳幫助會很大 然後 有一些客人說 真的呢 我那個洗一洗以後再吃藥 兩包藥就好了 是 真的很棒 太好了 所以我也跟老師講說 也跟老師講說 妳拿一些福電給我 我就義務做 做到 老師跟我講 妳要做一千分道 先佛四 是 是 所以幫助客人 我們老祖世尊的妙法 也就是能夠保護自己 不傷害他人 對 進而幫助他人 所以說這樣的七寶 應用我們老祖世尊的妙法 將這個妙法加入在我們這些患者裡面 他們可能有一些是 某些方面的因素 讓人不舒服 對 久了以後 變成病了 這個時候 病症來論病的時候 加上這個中藥來配合的話 那加上我們的妙法 省得很多藥 是 那真的就是不一樣了 所以 學習我們的 意境風水妙法 不是 一般的人可以學的 而以 更多的人 更多的人 更多專業的人 人士來上課 也是真的是不得了了 所以 說說一下妳的感恩的心好嗎 我其實很感恩 今天介紹我來到這邊的師姐 那 也很感謝 微信中的這個法門 這麼多的妙法 讓我慢慢的去學習 讓我慢慢的去見習 能夠今天 有的時候我還會跟人家講 什麼什麼方法還不錯 是啊 所以我們套一季 我們訪問過的雅雯師姐她說 她的妹妹說 妳們老祖也管了很多吧 是沒錯 我們老祖真的管了很多 也關心了很多 今天謝謝我們的 吳師姐來接受訪問 祝福妳啊 謝謝 客氣 好現在呢 我們邀請到了就是 在我們第二十屆呢 就是 鍾雅融 鍾師姐 鍾師姐妳好 阿彌陀佛 雅琪師姐 阿彌陀佛 各位師兄師姐 阿彌陀佛 是 上課的姻緣很殊聖 怎麼樣來上課 就是第一次有一個十二屆的師姐 帶我去台中道場養弦堂 看到師傅 我看到師傅我就覺得這個師傅我很喜歡 就開始找看離我家比較近的 剛好找到中山教室可以搭捷運的 是 就是我的啟蒙老師是元臣法師 是 是 所以其實也要請妳說一下 妳現在跟我們永和教室的姻緣 到底是怎麼樣 因為我自己去學的 我覺得這個很好 所以那個永和教室剛 原藝老師剛開始來永和教室都好像一直在搬地方 我就覺得說這樣也不是辦法 剛好我這個二樓要賣 其實我第一次 他第一次要賣的時候我張掛 動搖來課我 我就覺得動搖課我就不行 我就打電話問那個仲介 我說那個房子要賣多少錢 他說一千五百萬 我心裡想太貴了 不行買 後來隔了一年半的時候 有一天 因為我平常都是帶孫子 那天剛好聯繫四天的假放假 我又再送金送一送 我又心血來潮 我又沾這間房子是否可買 可以買 我就跟我兒子說 兒子這間房子可以買 我兒子說 媽妳怎麼突然覺得說這間房子好買 我說我沾掛了 菩薩跟我說子孫養很旺 而且又有七材養 我說可以買 我兒子說這樣 我就跑去問那屋主 我說妳這間房子要賣多少錢 她說她十拿藥 一零五零 害我嚇一跳 以前一千五 現在一零五零 是 那時候我又覺得說 一千萬可以買嗎 我就問屋主說一千萬可以嗎 她說 人家跟我出一千零二十 我就不賣了 我心想她會不會騙我 我又沾一個掛 給我們元城法師看 我說元城法師說 人家不賣妳啦 人家不賣我 我就跟我先生說 人家不賣我們 那我們不要差那一點點錢 就趕快去拿 零了錢訂金 去找屋主來談 就馬上跟他簽約 我們一簽約的時候 那屋主他已經賣了一年半 都沒有成交 他賣了一年半的時候 所以很多仲介 他就打給仲介說 我那房子賣掉了 仲介就跑他 他賣菜的 就跑他菜攤罵他說 我已經跟你講到 一零二零人 還賣給別人 他說沒辦法 有緣人馬上就買到 我不用 我不要三五天我就買到了 對 是 所以現在就是我們 永和教室在使用的 對 是 所以真的嗎 非常的有心 把它奉獻出來 然後讓我們做教室 是 學易經風水廟法 來讓很多的眾生 來接到這個法藝 真的是功德無量 當然我們知道就是說 學習易經 你認為最大的幫助是什麼 可以知道每一個人的命掛 你這樣 就像我比如說我兒子 我兒子在銀行上班 他是做企業金辦的 是 那貸款的數量都 數目都很大 是 可是 每次 那個 借錢的 繳了幾年 後來就有一點問題了 我兒子就很痛苦很痛苦 每次說 為什麼 都有 走 那個 每一個案子都是經理介紹的 是 經理對他很好 每次都會倒到他手上 他也覺得很痛苦 他說媽我不想做了 我說 你不想做了 他說他在我們家佛堂寡筊 菩薩給他三個筊 他說他不做了 他不適合在華南銀行上班 我就去請了一本這個 唯心用意割絕 我看這個東西 封地關掛多觀察 有財無庫莫遠求 表面貴人有欺欣 四庫無情文書哉 這是你兒子的命掛嗎 對 我就想說 兒子你的 這就是你的命 我兒子說 那怎麼辦 我說你只有學一金 一金能夠幫助你 以後這個人要借錢 你可以不可以 你要借不借他 你都可以張掛 我說老祖不會騙我們 所以我就叫我兒子來學一金 我兒子就已經是24屆了 是 我兒子學一金 我媳婦我每次去上課 我都會很會跟人家講說 怎麼好怎麼好 我都會正道給他們聽 他們聽了覺得說 都不錯 都 好像媽媽講的話都不會騙人 我媳婦我女兒全部接著來 現在我先生也來了 全家人都上了 對 所以我們是佛化家庭 是 是 為新生交進衝獻 天下太平一萬年 在你講話這麼樣的誠懇 而且用心在講每一句話 就會讓很多人覺得說 我們學習一金真的這個廟法 需要很多人大家來廣傳 你看看老土師尊已經是 就是將我們五千年代 我們的中華文化道統來弘揚 那剛好這一次就是在這一次 當下又跟我們師父天人合一 無疑就是說希望大家來學一金 不但家家戶戶可以平安 而且可以將這個廟法廣傳 讓我們世界爭和平 你覺得宋經對你的家庭有什麼樣的幫助 我覺得宋經 其實對我家庭 我覺得我家是很圓滿 我現在已經四個孫 三個 我家是三個孫子 我女兒生一個孫女 我們 我那個孫子孫女 全部都是王禪老祖的孫 是 對 所以 這個法讓我先生 以前我先生每次叫他來學 他就說 幹嘛要全家學 你學就好了 我說我吃飽了 你有吃飽嗎 他後來覺得我每次都 我每次都很會講理由給他聽 是 他聽一聽覺得說 有道理 他這次也來學園藝老師的初級一般 永和現在新開的初級一般了 我覺得他來上了 以前你跟他講什麼話 他就覺得說 因為我先生的命掛是那個三雷儀嘛 自我供高最可憐 放下奧心課登天 我每次都覺得 我說你很 很供高 他 我最不喜歡你講的這句話 我說可是確實你就是這樣 他來學一學 好像 我覺得他改變很多了 是 現在 先生還在上班嗎 他 我是用一張掛 叫他明年就要退休了 為什麼你要這麼早讓他退休了 因為他現在是68 明年69 我看他三雷儀的七財 明年是土生豬嘛 土克水嘛 是 明年一當也是沒什麼財了 我剛好也是辛苦一輩子也該 認真來送金了 是 這個太太 這個媽媽 這個阿嬤 真的是影響了很多人 而影響她的呢 就是 學習我們的一經風水妙法 而這個學習我們的一經風水妙法 這個家庭 也因為這樣子呢 福音了我們整個家庭 而且還幫助了很多人 師父常常開示我們說 凡事皆瞻 尤其你提到你兒子這個企業兼辦的事情 其實很多的事情要 都要張掛的 我們有一位師兄呢 他是我們的法師 他也是銀行的經理 但是呢 他自從學了一經以後呢 他所有的借貸的事宜來往 他全部張掛 對啊 如果說這個工廠呢 快要倒閉了 想要來借錢 先 這樣看 可不可救 可救 風水看一下 可改 那他錢借給他 而且幫助他起來 起來了以後呢 他還很感恩 我們 這法師經理啊 能夠帶動他們呢 整個事業呢 做得這麼好 錢也還得起 他當經理也有面子 而且也不負債的 那就是說 您剛剛用掛詹義 是不是合乎 以更多的人來學習 對啊 可以這個 我已經介紹很多人來學一經 我都會跟人家講 像我們家 他們也其實有看到我家 想說 我們家怎麼 好像每一個孩子都很乖 媳婦也很 都很合得來 懂事 對 而且孫子也是很 很不錯啦 這樣我們就很 他們覺得說 媽媽學這個很有 讓他們覺得說 他們也會想學 像我現在有媳婦 就學得很開心 是 他說這個真的很好 我媳婦也在華南銀行 總行當上班的 他也叫他經理來學 他說經理一定要學 這學這個真的是太好了 是是是 經理來了嗎 還沒 經理實在太忙了 我們說真的 他會跟他們想說 學這個很好 怎樣怎樣 我說對啊 我常跟我兒子媳婦講 我說你同事他們 只要結婚很多年 還不會生 還是都沒有 還年紀很大 還沒有對象的話 我說就叫他去 微信中所有道場 張掛請法師張掛 我說我們這個微信中 一間大學真的是太棒了 是是 所以看看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鍾雅榮 鍾賢是鍾師姐 因為他現在是20屆的學員 那可是他還是 把這個教室奉獻出來 讓我們教室來使用 而且讓更多的人來學習 我們的一經風水妙法 這種心境啊 這種功德真的很大 而且真的很用心喔 那所以說 請你說一下嘛 感恩的心好不好 我是很感恩王禅老祖 讓我一家都很圓滿 兒子小兒子以前 也比較不聽話的 現在小兒子也很相信的 什麼事都會聽我的話 因為媽媽有法有理 他們覺得說 媽媽講的都有道理 所以他們都會問我啦 很多事情他們都會問我 他們會說 馬上沾一個掛 我說好啊 是 所以凡事皆沾 我們王禅老祖天威 真的是福音昌生喔 所以我們一起來公佔 王禅老祖教主天威 王禅老祖大慈大悲 大德大仁 故我積守鼎禮 在我們的師父跟王禅老祖 其實是天人合一的 傳授了很多的廟法 給我們的眾生 為的就是要消災解惡 解怨是結 一生道來光懷眾生 明陽兩立的心法 這是我們大家學習的一道天機 也是我們的一道心法 今天謝謝師姐接受訪問 同時也感謝大家收看 老祖先機 祝福大家 阿彌陀佛 ninela 我會由師父 萬灌 vinh訊 萬灌 vinh訊 祝福獻 萬灌 vinh訊 祝福大師 萬灌祝福大的 萬灌 vinh訊